全国跳水锦标赛女子单人和双人十米台的比赛项目已经结束 在本次比赛中陈玉希拿到了两个冠军 全红产则是拿到了双人冠军单人的亚军 在单人十米台比赛中遗憾输给了陈玉希 这次比赛的输掉还是爆出了不小的冷门 因为全红产新周期被大家视为中国跳水队的领军人物 杭州亚运会就已经力压陈玉希夺冠 此次全景赛更应该夺冠 但是却意外丢惯确实可惜 全红产作为中国跳水队不可多得的天才选手 其天赋确实是属于百年不遇的绝对神童 再加上后天刻苦努力训练和勤奋 不断提高对自己的要求 这个小姑娘已经在14岁成为了奥运冠军 未来也会逐渐成长为中国跳水队的一张名片 成为一个绝对的领军人物 但是在这次国内的比赛中输给了陈玉希 这确实是需要反思原因的 如果说不好好反思总结 可能会影响奥运会进程 其实说到这些世界冠军奥运冠军之间的巅峰对决 我们都说外行看热闹 内行看门道 只有专业的从事跳水出身的运动员教练员 才能够真正发现一些微弱的差距和小的细节 因为全红尘和陈玉希在国际大赛中互有胜负 每一次相互的分差都不是特别大 所以说在这种微弱的差距之中 只有内行人士才能够解析出 全红尘为什么会爆冷输给陈玉希 这就需要找一位专业人士做点评 而在此前的国际比赛中 全红尘也曾输给了陈玉希 甚至还是连续几战比赛连败 这想必大家都印象深刻 尤其是在杭州亚运会之前的几次比赛中 无论是世界杯还是世锦赛 全红尘连战连败输给陈玉希 当时作为跳水前辈的吴敏霞做出了点评 他表示 全红尘的天赋和能力都是世界一流 整体发挥是不错的 但在个别的动作上面 因为紧张出现失误和偏差 影响到了最终成绩 通过吴敏霞的这番点评 就能够客观地看出 全红尘目前的问题 还是心态问题 进入新周期以来 心态问题成为了 全红尘攻克不了的难关 而这也让陈洛琳都懂了 作为全红尘的主管教练 这个时候 其实全红尘的技术能力 不需要再做任何打磨 最需要关注的 还是全红尘的心态 只有让全红尘放下包袱百正心态 用东京奥运会时期的那种 平常心参加比赛 才能够让自己重返巅峰 重新站上世界冠军的领奖台 其实 关于全红尘的未来如何问题 粉丝根本就不用担心 因为郭晶晶之前 早就已经有言在先 他说小红经常能跳出多个满分 自己非常羡慕 海之言在自己的职业生涯中 都没有跳出过这么好的表现 他非常欣赏全红尘 如此看来 只要全红尘好好训练保持初心 将来肯定还会有更高的成就 粉丝根本不用着急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